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二的凌晨繼續有耳鴿的賽事 其中有森多利亞主場迎戰費倫天娜 客隊的費倫天娜目前落後第六名的羅馬僅僅是一分 只要這場泉水三分他們就能取代羅馬進佔第六位 這一個可以出戰歐洲賽事的重要位置 本場賽事我們的M直播將為大家帶來粵語評述的現場直播 今場主隊的森多利亞近方平庸 他們踏入4月以來的近六場賽事 只錄得一勝一和四負的劣跡 其中他們的主場成績除了上一輪以1比0擊敗熱拿亞外 他們先前的三場主場賽事全敗 令他們在踢筆上一輪之後 他們在分數上仍然有降班危機 不過可幸的是他們的護級對手在本輪聯賽都接連失分 令到森多利亞在未踢這場賽事之前就已經宣布護級成功 所以今場森多利亞在球員心態相對放鬆的情況下 未必會有心成為費倫天娜的難老虎 森多利亞的陣容消息方面 他們的攻擊球員加比亞電尼是因傷缺陣的 至於客軍的費倫天娜 他們今季聯賽曾多次達到單場入球3球以上 但他們這個良好的數據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球季上半季當中 來到下半季他們的打法就趨向保守 不過亦因為這個趨向保守的打法 令到他們有能力戰勝過拿波里和國際米蘭 然而在先前他們連續不敵沙蘭力坦娜 烏甸尼斯和A.C.米蘭之後 令到費倫天娜徹底遠離歐冠職位 可幸的是他們在上輪聯賽 能夠以2比0擊敗他們的歐洲賽事主要競爭對手羅馬 重新帶起他們衝擊歐洲賽事的信心 兩隊在今季聯賽首次交鋒 費倫天娜在主場以3比1贏森多利亞 而費倫天娜更加試過在2019至2020的球季 作客森多利亞是以5比1大破對手 所以今場急需搶分的費倫天娜 作客這個已經成功上岸的森多利亞 有望可以再下一城 費倫天娜陣容消息方面 中場的卡斯杜維利是因傷缺陣 而癌拉巴特就需要被罰停賽 我是阿斌多謝大家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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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